那個禮拜爸爸又來 怎樣 不是 不是不帶他去 你知道他那一天一見到我們 第一句話就是說 那我從去 對 人家阿公要去練習日文 對 他以後可以當我們的翻譯 今天發通告啦 下次啦 下次 還有機會啦 因為我們這個成人展 今年還蠻順利的 而且我爸因此去追蹤安妮塔 哇靠 真的假的 哇靠 我知道他追蹤安妮塔 因為剛剛我回去 我爸說 那個安妮塔在傳告 我說 你有追蹤 有的跟蹤 謝謝萬姐 知道要追蹤誰啊 對 我大姐安妮塔 沒錯 是不是聽到了 聽到這裡應該要轉發一下 現動了吧 真的 鄭九九也是不弄的嗎 不弄的啊 他是不弄的 我們一些信徒的困擾是 老公太久 對 那可能大九九這邊的困擾是 老婆太久 需求太多 不甘心嗎 真的 太累 呼呼一下大九媽 這樣以後這個大九九 暗時會教功課 是的 每次都一直在那邊 模擬考大考 你就隨堂小考一下就好了 對啦 沒錯啦 我記得他們之前有一個什麼禮物 大九媽就做那個卷 有個那個卷是 免死金牌嗎 對 不用弄 免弄金牌 太重要了你的表情 好像有點羨慕 想要了想要一本是不是 你不要把我的表情講出來 洪佳麟那天還在問我父親節禮物要什麼 就這樣啊 對對對 所以今天到了要不要聊阿丁 好 我們現在聊多久 36分 現在確定還要聊阿丁嗎 還是我們要換一個主題 直接換這個主題 換一個主題 之前有聊過說 阿丁這個 他的人生也是蠻傳奇的 那時候就說要開一集支線 特別聊大道場阿丁的故事 對 在這邊還是科普一下 阿甄 不是阿丁 是阿甄 珍珠的珍 顧名思義他叫大道成阿丁 就是在 大道成 長大的 長大的孩子 沒錯 他的身份證字號是A開頭的 哎呀 天龍人中的天龍人 在當時的天龍 大道成 不得了啊 是有錢的 阿丁是排行第幾啊 他沒有五個小孩嘛 那阿丁是倒數第二個 喔 最不受到重視的 我很擔心我的親戚會不會聽 他這樣聽就知道是誰了嗎 好啦我的親戚 先不要聽 請掛斷 請掛斷 阿丁有點可憐的原因 是因為 他剛要就是踏入求學階段的時候 家裡就開始夾到腫落 他原本沒有要那麼早結婚 因為那時候他才二十幾歲 對 那就是因為每天都被我外婆 一直罵一直打 我外婆是會打人的 喔 對 然後有一次就很生氣 然後阿勇就說 沒有整個氣氛來結婚啦 我給你戳回來啦 你就不用住在那裡了 喔 好暖喔 暖男阿勇 阿勇又圈粉了啦 好暖 怎麼講到阿丁故事 想說可不可以讓阿丁 圈一下粉 阿勇又圈粉欸 沒有吧 這還好吧 好 隔壁阿勇說十萬塊 給你戳回去 好啦 好啦 去啦 阿姆 阿姆 我要騎阿勇了 哈哈 然後我記得有一個 我也覺得很誇張 就是那時候我們做生意 有一些錢沒有辦法討回來 他叫我們每天晚上都要在那個鑑爪 上面寫他的名字 地址欠多少錢 趕快還錢這樣 比方說他欠一百萬好了 可能一張鑑爪是一千塊 喔 阿你知道一百萬要寫幾張嗎 我很常回家都在寫 你還要幫忙寫 我們三個小孩都要幫忙寫啊 你不是說我字不錯看嗎 喔原來 從小練習 也算是有收穫 從小練習 而且要寫很快 難怪你寫那個柱子啦 人民啊 特別漂亮 幾號幾星 下次我寫新台幣給你看 阿如果想要聽更多呢 一定要上我們的Podcast 聽完整的節目 絕對更精彩 一定要來聽 一定要來聽 好啦 我們這個不代表本台立場 下禮拜四見 阿如果還要投稿的 記得到我們 543IG投稿 阿禮拜二大好投佛問世 再開堂 下次再見 掰掰